大家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期讀 所以现在已经搬到了新的地方 我搬到了台北的西门町 所以以后如果街上有看到我的话 欢迎打声招呼 总之爸爸妈妈都离开了 所以我现在就展开了人生的下一个章节 So I am moving on to the next chapter of my life 那这个时间这事情慢慢需要一点调试 That'll take time But that's why we have time 大概就这样 有什么值得再分享 或许慢慢再说吧 那我们无论如何我们的课程继续 所以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现在录的时间大概已经是周四周 初四初五了 因为今天应该是初五了 好那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东西是 有一个东西叫suburban dream suburbs就是市郊 市郊应该没问题 因为你知道都会区urban 台北可能就新一区或什么哪里的 东区urban 所以那是一个highly urbanized area 但在它比较边陲的地方 或许你说到I don't know 新店 不过那应该新北市了 台北的话说不定是你到大直算是吗 说不定吧 所以比较边陲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叫它suburbs 不过说真的台北这个地方 我们实在很难说哪边是suburbs 因为每个地方都highly urbanized 我们大家可以这样说吧 北投或许可以这么说 看北投是不是新北市 地理不好对不起 好了 但如果说我们不要把它限制在台北市或新北市的分别的话 如果你到了真的像新店好了 太平 不是 什么山 阳明山的山区里面 住在一个比较大的地方 我们就蛮确定那个地方大概被称为是suburbs OK 住在那边算是什么样的一个梦想的实现 我们当然知道很久以前有一种概念叫美国梦 American dream American dream的意思大概是 到美国这个地方每个人都有一个成功的机会 大家都是有equal footing Everybody has a shot at success 所以要是你够厉害 够有能力 你可以在美国一定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不像如果说今天像今天如果我一个华人 跑到印度去好了 你觉得我身为一个华人在印度出人头地的机会高不高 我相信是非常低的 因为那个的社会大概就容不下我这样的一个人 但美国这个社会虽然说有种族歧视 虽然说也是有非常多的这种社会上的一些分歧 可是我们一般的理解是在美国这个地方 还算是一个程度上机会均等的地方 这扯的都有点远了 但我们今天要看的题目 导出这个世交梦的概念的 其实是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叫做 What happened with the person you almost married 而且这是ask women的版 所以问女性的版 所以问女性的版为什么呢 你差点嫁了那个人 后来她怎么了 So what happened with the person that you almost married OK 但是你跟她有engagement 你跟她曾经是订婚的状态 可是你跟她就分开了 So you were engaged but broke it off 好我们就往下上看一下 这人写的内容我觉得相当好 只是说她有些小文法的部分 我们到时候再看 我们先把它一路读过去 我觉得OK一路读过去 甚至她前面有一些很不错的 不断重复的一个片语 希望上完这一课 你就会把这个片语吸收起来了 So he is living the suburban dream 马上就出现了 所以这一位回应的人 这个女性 我们一样回到 这是一个gender binary的一个universe 在他所建构的宇宙世界里面 所以他说这个男生 他差点加个这个男生 他正在活着这个世交的梦 He is living the suburban dream perfectly acceptable job has a perfectly acceptable builder great house 这个 builder 其实没有必要 Anyway再看下去 drives a perfectly acceptable car has a perfectly acceptable wife that he married in a perfectly acceptable traditional church wedding and has a perfectly acceptable amount of kids one boy and one girl and honestly he is really happy and it was nice catching up with him when I went to visit some family over the summer 我们先看到这里 我们先讲解到这里 所以他说的 这个家伙正在活着世交的梦 所以他马上就把这个世交的梦 画给你看是什么 画给你看 所以他下一句说 perfectly acceptable 你大概都已经听到 我讲好几次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说的 这一个他固定使用的一个片语 事实上我们要怎么介绍他呢 我们介绍的就是 perfectly这个词 perfectly当然是个副词 因为有ly结尾 所以他后面可以加的东西 太多了 你跟我说一件 你跟我说 什么什么东西 你觉得好还是不好 我说非常好 非常好 那人开始说 it's very good 口语上很OK 可是你也可以说 something is perfectly fine 所以你跟我说 我写这个句子 你觉得读起来怎么样 这里面有没有一些 外国人使用上的 不太对的一些地方呢 我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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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sentence is perfectly fine your English is perfectly fine 所以perfectly fine 也是很常看到的一个片语 大家可以理解 所以他的后面接的不是fine 他接的是acceptable 所以perfectly 你把它理解为完美的 非常 其实你把它理解为非常 就很OK了 所以这个人 他有一个非常OK的工作 非常OK的 什么样的房子 非常开了一个非常OK的车 非常OK的 所以就非常OK的一路接下去 好 大概可以理解 所以非常OK的工作 perfectly acceptable job 还是 perfectly acceptable builder grade house 所以这个builder grade house 我刚刚说他其实没有s在里面 我google了一下 什么叫做builder grade house grade这边理解的就是 阶层阶级 等级的意思 那builder是什么 builder你想说 建筑工吗 我们大概把它理解为营建商 你知道像营建商盖房子 对不对 所以这是什么营造公司 什么营造公司盖出来的一栋大厦 或者一个社区住宅或之类的 我们叫这样东西builder OK 那你也知道像这种新城屋 预售屋 新城屋 你买了这个房子 他里面的一些用的东西 都是他所选定的 就是会是很高级的吗 大概不会 OK 所以builder grade的东西 大概就是不是最高级的 可是就是还算OK的 所以builder grade 我这边也google了一下 它definition 事实上 我所住过的房子 里面 就是我们在多人都住过的房子 这样说好了 我们第一栋买的房子 当然也已经绝对不是一手屋了 可是它里面绝大部分的东西 都还是原始的 builder grade的东西 所以我们的 包括屋顶上面的瓦片 听起来讲讲好奇怪 屋顶上瓦片 可是真的就single 这样子 或者就是我们的门 家里面的每一个房门 然后我们讲说墙壁的 跟地板连接的缝的走的东西 那有一个字 我忘了叫什么玩乐了 but anyway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当初建好的时候的样子 如果说你是买预售屋的话 据我了解 你有一个选项 就是我这个地方的装潢 那个地方的装潢 窗户 灯能不能换高级一点的 对建商来说都一定是OK的 你可以升级 大家懂意思 可是你如果买的是已经built的 已经建好的房子 那就没这个选项了 所以这个东西原则上 据我了解都是可以升级的 所以我把这里读给你听 In overall construction 所以在这个营件方面的整体来说 Builder grade means the most simple and bare bones material 最单纯的 这个bare bone的意思就是 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最低阶的 最基础的 这样最基础的 像bare bone这个字 我最早的理解是电脑 我组一台电脑 而我组这个电脑不会太fancy 我连就可能CD的player都没有 DVD player都没有 我只组了一个 有CPU 有memory 有hard disk 然后有keyboard跟mouse bare bone OK 所以这就是bare bone的概念 就最基本的 OK 好 Including everything 所以你如果今天买的是Builder grade的一个house的话 什么都包括了 paint light light fixture 对不起 plumbing fixture floor covering roof shingle composition adhesive etc 大概这一些 所以油漆 所以油漆也是不升级 最基础的 营件商给你的油漆 light fixture 就是你的灯 所以头上的这些灯 灯具 这样子 plumbing 就是水管方面的 地板上用什么样的磁砖 floor covering 你想要换成什么抛光石英砖 那是你的事 但是我Builder给你的就是这样 这个词讲太久了 回来这里 所以它有一个 perfectly acceptable builder grade house 大家懂了 开了一台很OK的车 有一个很OK的老婆 那他是在一个 he has a perfectly acceptable wife 而他是在什么地方娶了她呢 that he married in a perfectly acceptable traditional church wedding 所以在一个很OK的 传统的教堂婚礼 娶来的老婆 这就是suburban dream 那他有一个非常OK的 数量的孩子 非常OK的数量 听起来蛮怪的 可这里也有一个 就是外国人已经会常用的一个 常发生的一个错误 已经鸡飞成事 就我们讲说kids 当然是可数的 这边应该是 he has a perfectly acceptable number of kids 可是我们常听到外国人说成 amount of people or kids so there's a large amount of people 你有听到外国人这样讲 应该正确的说法是 there's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可是这已经鸡飞成事到 我相信很多外国人 都会觉得这是对的了 所以他说了 所以这边的确是用错的 可是已经鸡飞成事的用法 perfectly acceptable amount of kids 那他所谓的 perfectly amount 就是一男一女 one boy and a girl 可以 那坦白说呢 honestly he's really happy and it was really nice catching up with him 所以他觉得 这个男生非常快乐 跟他能够去叙叙旧 当他去 就是夏天的时候 去造访一些朋友 有家人的时候 他跟他catch up了一下 so it was nice catching up with him 就跟他续久 when I went to visit some family over the summer 好 再来 breaking off that engagement was the best thing i could have done for the both of us 所以跟他 就是把那个婚约 给他告吹了呢 他认为是 他跟他之间 能够发生最棒的事情了 it was the best thing that I could have done for the both of us 所以这里其实也是套用了 一个假设语器在说 ok 因为他你总得假设 有跟他分开 或者没跟他分开 所以他所说的是 跟他分开 应该就是最棒的事情了 so it was the best thing that I could have done for the both of us I never wanted kids 他根本就不想要小孩 这位女性 I need 所以这边他的文法 就开始出现一些 奇怪的地方了 I never wanted kids 这边应该是句点 ok 所以句点后 I needed 而且没有用成过去是 这都不对 I needed a little more flavor 他需要他的人生多一点 多一点味道 多一点flavor 多一点矿味 a little more color 多一点颜色 a little less predictability 所以这个人跟我有点像 他需要他人生 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可预测性 ok 我也很需要新鲜感 所以为什么我身边的朋友 会换来换去 女生朋友会换来换去 所以a little less predictability I don't want life to be predictable 你就不希望你的人生 是可以预测的地方太多的 然后他也不希望 thrive 对不起 不是 他是希望 she needed to thrive in urban environment 他希望他是一个都会人 跟我有点像 所以我搬到西门町来 he wanted the four bedroom house and the kids and stability 所以男生要的是四个卧房的房子 所以四房的房子 以及孩子 以及稳定性 kids and responsibility 所以这边的 这个and多用了一个 但无所谓 we would have made each other s absolutely miserable trying to compromise parts of ourselves that shouldn't be compromised 所以他跟他 要是真的在一起的话 会是很糟的 但是没有在一起 所以这个是假设一起 we would have made would 过去是加一个完成式 have made 过去是完全式的一个假设计器 跟过去事实相反的假设计器 所以要是真的在一起 会很糟 we would have made each other absolutely miserable 试着来去妥协我们人生这一些 不应该妥协的部分 你看这个中文听起来 其实也ok 我听起来真的很像翻成 英文翻成的中文就是了 所以我们会去 我们会必须尝试妥协 不想妥协的部分 so we would have been miserable trying to compromise compromise就是妥协 compromise parts of ourselves 所以我们的一些某些部分 而这些部分是不应该compromise that shouldn't be compromised ok不该妥协的 好 目前ok 然后接下来 这个 所以我们再多讲一些 再往下看一下 就有人说 哇 你描述的真是很棒 所以希望你现在正在 蓬勃的发展你的人生 I hope you are thriving too 所以这个人就回应了 ok 所以他接下来 我们再看一下他回应的部分 也很多东西可以学 所以他说的是 thank you and yes I am thriving 甚至是 we both are thriving so thank you and yes we both are there were some hurt feelings for sure when I broke the engagement 所以当他跟他取消婚约的时候 是有一些受伤的感受的 所以这个受伤 feeling你知道就是感受 那前面加一个hurt 这里的hurt就是被动式的 因为hurt这个字三太长一样 h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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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像是加ed或之类 没有这回事 hurt就是过去事也是过去分次 所以这里事实上是一个过去分次 因为你的感觉是被伤到了 so there were some hurt feelings for sure 希望这里OK 我很想把这里再多讲一点 可是我觉得我们今天会讲不完 所以我们先把我想讲的内容 再cover下去 so there were some hurt feelings OK 这里我标注一下下 那再来 但是我们 but we didn't end on a sour note or due to some sort of drama 但我们并没有以一个sour note作解 所以这个note是什么概念 sour是酸的 所以简单的说 我们并没有用一个不好的方式做结尾 臭酸掉了的方式做结尾 OK 所以我没跟你在一起 我就有点吃葡萄 说葡萄酸 你现在过得很爽 that's been sour 那他没有 所以这个and on a sour note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再多讲几个 有一个片语就是on good or on bad terms 它的意思就是跟一个谁的关系好还是不好 所以要是我跟你关系保持不错 we are on good terms 我跟你关系不好 we are on bad terms 那还有另外一个 如果是现在跟你不讲话 我跟你在赌气 不说话 so we're not on speaking terms 这也是一个片语 我曾经看过高中考这个东西 OK 所以要是你说 哇我跟我最好的朋友 现在已经不讲话 冷战好多年了 so we're no longer on speaking terms 大概可以这么说 OK 那刚刚讲的good or bad terms 前面这意思是on 这也可以拿来说是你跟一个人的结果 是好还是不好的 所以我说我跟前一个女朋友 没有用一个好的方式分手 we didn't end on good terms so in other words we ended on bad terms 所以跟刚的and on a sour note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意思也差不多的 好这里OK so we didn't end on a sour note 或者有一些 就或者我刚才之前 有发生一些drama 我们知道drama queen 有些女生就是喜欢人生中 跟她的男朋友 时不时就大吵一架 我知道有一个朋友 就是这种人 抽寻 好 anyway so I was hoping he would eventually loosen up 所以他本来是希望 这个男生慢慢能够 不要那么紧绷的 去追逐你的死交梦 能不能放松一点 像我一样 那而他呢 he was banking on me eventually settling down 而他呢 则是堵着 我就是这个女主角 会慢慢想要来 定下来了 好 不要再奔波了 不要再周游列国了 跟他一起在世交 养孩子吧 所以这个bank on something 这个bank不是银行吗 我这里的意思就是 堵 我想要堵一件事情 OK 所以bank on something so he was banking on me eventually settling down at the time I was doing a lot of contract work and would work 6 to 8 months take the rest of the year off to travel the world 所以这个女主角 当时她是做很多这种 签约性的工作 那这个约可能就 6到8个月 那剩下的半年到4个月 干嘛呢 环游时间 所以她会 take the rest of the year off 所以take什么什么 take一段时间 off 就是把那段时间拿去放假掉 所以你放两天的假 take two days off 放两个月的假 take two months off 所以take the rest of the year off 好来环游世界 to travel the world 而同一时间 她在做contract work的时候 其实就是live out of a suitcase 这个片语我也一定要讲 so while basically living out of a suitcase and a 350 square foot studio apartment to store my stuff 所以她的人生就是什么样呢 刚说的工作6到8个月 剩下时间到处环游世界 那她还是有租着一个房子住 所以她住在一个350平方英尺的 studio apartment 什么叫studio apartment 就是像我现在住的地方一样套房 OK 打开门就是她的房间 没有客厅 没有厨房 这样叫做studio apartment 你想说studio不是工作室之类的吗 总之这个片语就是这个意思 studio apartment OK 那什么叫living out of a suitcase 她的人生就是带着一咖行李 那她的家当就在那咖行李里 大概是这个概念 所以她就是跑来跑去 住在不同地方 住在不同的旅馆里面 那她的她就 就是这个概念了 你大家懂我意思 live out of a suitcase 带着一咖行李是跑来跑去 这就是她的人生 这样 好 那她住这个地方要干嘛 住这个套房要干嘛 你总得放一些其他的家当吧 你出门只能带两件外套 你总共有十件 其他八件放在这个studio apartment apartment里面是OK的吧 Right So I was in heaven And I wouldn't have changed a thing about my 20s and 30s 所以对她来说 她当时就在天堂 这没有假设语气 Right I was in heaven 她不会愿意对她过去20几岁30几岁这段人生做任何的改变 当然也来不及改变了 所以这个部分是假设语气 I wouldn't have changed a thing 一件事我都不会变 有关于这个20 30岁的这一段奔波的人生 所以当她了解到 所以下一句比较重要 When I realized that I was considering having a kid for him was when I realized it was time to go 所以我刚刚这个句子我多看了两次 所以这句子其实这一整段是主持 他是用一个when的子句当成 就名词子句 when的名词子句当成主持 所以当我了解到他在考虑 就当我了解到我在考虑替他生小孩的那个时候 就是我知道我该走了 大家理解 当我了解到我竟然在考虑想替他生小孩 这个moment就是我觉得我该走的时候 再读一次给你听 When I realized that I was considering having a kid for him was when I realized it was time to go OK 所以was后面接的是一个主持补语 而他的主持补语又用了一次when的名词子句 大家可以理解 所以前面有一个when的子句 后面有一个when的子句 所以这句话其实就是一个 A was B A跟B都是when的子句 再讲一次 When I realized 而且你看这个realize后面又有一个that的子句 所以当我了解到了解到什么 后面这一个句子 又用一个名词子句把它张出来 OK So when I realized that I was considering having a kid for him was when I realized it was time to go 后面也有一个 所以when I realized 这个that it was time to go 是时候走了 好这就OK了 So it just would have been a marriage fall of resentment 要是真的嫁了他 那就会是一个充满怨恨的一段婚姻 那事实上没有嫁 又是假设语气 所以我们真的几乎每一集 只要有人在讲故事 八成就有假设语气在里面 Now he is a happily married State living close to his family and he is an extremely proud dad 这句讲的有点长 他是一个快乐的 就是很快乐的结了婚的 A happily married 而且他保持跟家人住得很近 State living close to his family 这里的文法 我觉得其实他说的有点 有点啰啰嗦嗦 他其实可以很简单的说 He is a living close to his family proud dad 好 这个大概不讲究了 总之 他就是一个跟家人住很近 and he is an extremely proud dad 他是非常骄傲的一个父亲 OK Just like I knew he would be 这就是我知道他会成为的样子 你看这也不是个英文句子 可是总之口语的英文有点像是 所以这个算了 Just like I knew he would be And I have a full life 他的人生也是非常完整完满 Lived all over the country Still bounce around the globe 所以他的整个全国跑来跑去 然后以及全世界跑来跑去 and have a husband that understands and encourages my independence streak 所以他有一个老公也嫁了 那老公是了解她 并且鼓励她的这个独立的人生 继续再过下去 所以她是一个很独立的女性 好 我觉得这一集讲的超长的 好 不过讲完了 所以希望这边都有听懂 要是没有的话 下面可以留言一下下 我有点介意刚刚这一句 她写的我不太欣赏 而我现在脑袋中也 没办法很快转出来 怎么样帮她修改 但这一集真的做的有够长 好了 我也不要再继续babble下去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